文化墙会的工作前两天进展得很顺利 到了第三天下午已经是收尾阶段 怎么回事啊 说是百瑞公司请来的合作网红 他看中了咱们画的文化墙 要在这里拍照 就拍几张照 不会耽误多长时间 你们就等一会儿 那你让他们快点 墙面还没干 不要碰到 否则我们还要重新反攻 我们的画还没干 你们不能撒这种非虚 否则我们三天的辛苦全都白费了 怎么情况啦 这人是不是你们公司的人 我跟你讲后 我可是你们公司请来的 人家后面还有很多通告等着呢 哎哟你们快点啦 不要耽误人家的时间啦 我的时间都是钱呢 你们就是耽误不起知道吗 你是这个团队的主事对不对 这墙是我们花了三天时间画的 你可以拍照 但是不允许撒那些非虚还有花瓣 哼 你不允许 你是谁 人家哦 可是这个公司总经理亲自打电话请来的 给他们公司做宣传的贵宾 你搞清楚状况好不好啦 哼 一个破画画的 也敢跟我叫板 怎么四道啦 这是 画画的怎么了 我们也是这家公司请来的 你和我都是在工作 难道还有高低贵贱之分 哎呀 好了啦 不就是要钱吗 给他钱 一万块够不够啊 不够给两万 人家好 跟你在这浪费的这些时间 都不止两万块好不好啦 你们这些人 说白了 就是要饭的 赶紧把你们的手机拿出来 转账 别和他说了 我来 他话一落 腿已经抬起来 一脚将那个叫瑶瑶的网红踹飞出去 世界安静了